来看看这个奔驰S 有时候挂不了倒档 仪表显示发动机故障灯点亮 启动发动机 接上专检电脑看看爆什么故障 Y389档变速箱的变速箱控制系统爆 P073100不能挂入倒车档 和P07B700驻车止动爪传感器 也存在偶发性功能故障 这是止动爪位置传感器损坏了 传感器在阀体总成上 动手能力强的买一个新的传感器 焊回去就好了 拆掉变速箱下护板 先把变速箱顶起来 然后打掉变速箱击脚螺丝 螺丝打掉后往上顶一点变速箱 在击脚下塞块垫子 方便拆卸有底壳的螺丝 先松掉这颗不好拆的螺丝 然后放掉变速汽油 再依次打掉有底壳螺丝 拆掉变速箱电脑插头 接下来拆掉变速箱法体螺丝 拿出法体 这个车二档升三档 有顿挫 所以需要更换法体一套 后面按相反顺序回装就好了 有底壳装上后 加上8.5升左右变速器油 再对变速器电脑 是运行编程 编程成功后 检查变速箱油位 油位正常在做 单位学习和指动爪学习 学习完成后 删掉故障码上路试车 最后再确认一下挂档是否正常 挂档正常故障修复 点赞加关注 修车有思路 感谢观看